大家好,是S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四凌晨,會聯16強首回合有精彩好戲 巴黎聖日門會是主場迎戰王家蘇斯達 聖日門近期進攻火力強勁,而王家蘇斯達最近客場防守相當穩陣 今仗是矛盾大對決,所以很大機會和氣收場 聖日門近八場港賽事贏7場和1場不敗 期間6場入球數達到3球或以上 進攻火力強勁,對內主力前鋒莫巴逼最近狀態好 之前港賽事對陣史特拉斯堡 以及比斯特都想演連場入球好戲 但要留意聖日門近五場港賽事都有失球 後防線在領先時心態上有點鬆懈 之前歐桂聯分組賽六輪失八球,是F組失球最多的隊伍之一 即使今仗有主場優勢,防守不夠穩陣 其中的聖日門都要嚴陣以待 陣容方面,後衛金沛比和史基利亞都因傷缺陣 另一方面,客隊 王家蘇斯達最近作客時防守相當穩陣 球隊近兩場港賽事作客都沒有失球 看今季西甲作客表現 王家蘇斯達12場作客只失十球 僅似於王家瑪德里和筆爾鮑 看到他們作客時的防守功力都有 加上他們在之前歐桂聯分組賽以正勝球優勢力壓國際米蘭 以D組第一身份出線 看到王家蘇斯達這屆歐桂聯的表現比較好 但要留意最近四場港湾賽事他們沒有球 攻擊手九步建英還未找回狀態 球隊上將還遭遇失利打擊,士氣難免有些受挫 金將面對聖日門,進攻不是狀態的王家蘇斯達 應該都是以保住一場和局為目標 陣容方面後衛艾路斯當道停賽,前鋒卡路士費南迪斯 以及後衛奧迪奧蘇拿多恩相備戰 加上軍戰 雲